屏東是25號下午發生了一起車禍 這是一名正姓駕駛行駛在廣東路 疑似身體不舒服 沒有辦法控制車子 導致車子撞到路旁的轎車 但是駕駛似乎還繼續踩著油門 兩輛車往前面滑行 又撞倒了停在路邊的五輛機車 甚至連建築物的柱子也被撞毀 還好無人受傷 畫面左上方黑色轎車 衝撞到停在路邊的白色轎車 駕駛似乎沒放油門 導致白色轎車一路被推行 當時白色轎車的車主才剛上車 來不及反應 白色黑色兩部車一前一後 黏在一起往前滑行 像打保齡球般沿路撞倒好幾部機車 建築物柱子也被撞到毀損 驚險瞬間嚇壞一堆人 對 直接來怎樣滑行 兩部車是 印在一起重畫的過來 照是黑色轎車車頭凹陷 缺了一大塊 遭狀的白色自小客 後面車身板金也脫落 車禍現場至少五部機車倒在地上 沿路都是車體碎片 由於車禍發生在二十五號下午 四點半左右 剛好是學生放學時接 讓家長捏拔冷汗 客的時候又下班交通巔峰 他就會常常有車子鑽來鑽去 禁止臨時停車線就不遵守 那常常就會有孩子被撞 因血糖過低 身體不適失控 沿路控撞路旁停放的一部自小客車 跟五部輕重機車 以及建築物的柱子以及鐵門 現好臨環車禍過程中每人受傷 警方對重視駕駛酒測 酒測值為零 提醒駕駛人發現身體不舒服 千萬別勉強繼續開 以免發生憾事 記者連評許崇文評論報導